大家好 刚刚来到手把手教你使用Data TFT B7 为什么做这个系列视频呢 在当前云顶版本中 没有大数据网站可谓是第一人一等 所以熟练使用一个数据网站相当之重要 我就是来承担这个工作的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右上角可以设置语言 然后建议啊 建议可以加一下最下方这个微信群 CN外服产产按需添加 你们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去交流理解困了游戏 然后来讲一下这个 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阵容板块 先讲这个热门阵容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乎当前版本全部的阵容 当然我们看之前还是要做一下筛选工作 第一个 先在版本这里选一个当前版本 然后第二个 选天数 在保证不会掺入上版本更新数据的情况下 尽可能选多的天数 样本量越大 意味着这个数据的稳定性越强 第三这个段位就是按需添加 第四这个冷门阵容 按钮建议打开 因为很多新阵容 比如说像狗熊这种阵容 就是刚刚转露头角 所以样本量很小 最后会被判定为冷门阵容 你如果不开这个冷门阵容的这个按钮 可能就会错过这样的宝藏阵容 少错一波分 然后是这个阵容排序 建议去用这个默认的选手评级 这个是由高分和职业一起评出来的 你叫权威 然后第六个是搜索 比如你想搜某一套阵容 比如说你想搜狗熊 你就可以直接搜狗熊 知识外号搜索 你去搜羁绊 搜名字都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有这套狗熊的阵容 包括其他带型的阵容都能够看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容 它这一条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最左边是阵容的主C 这下角是阵容的评级 然后这一行是阵容的组成 就是最主流阵容的组成 然后再往上是这套主流阵容组成的开的 开的羁绊 再往上这一行 最左边是这个阵容的名字 当然这个名字可能有不一样的叫法 它就取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名字 然后右边是一个整体的难以程度 的一个地牌节奏 再往右边看 这个就是数据部分 这个数据一般是不会骗人的 出场率 前四率 登顶率 批排名都比较好理解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浅层数据分析 为什么说是浅层呢 因为数据是有一定欺骗性的 这个深层数据分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 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讲 首先我们看到一子这一栏 从我到位一次是单位 对局处 出场率 排名 名字差 前四率 登顶率 排序方式可以是任意一列的 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 单位就是英文嘛 英文拼写 样本量多的一般来说数据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名字差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包含此条件和包含此条件的名字差 然后名字差为负 则是正提升 名字上升 名字差为正 则是负提升 名字下降 拿这个亚索来举例 就是你带亚索的阵容 以不带亚索的阵容 平均排名会高3.95 就仅限于船长体系内 你带亚索就是比不带亚索高了将近四个名次 这就是数据告诉你的 再看到装备这一栏 建议打开 哦 意思正在还有一个 区分星期建议桌型开启 桌型开启 可开可不开 然后装备这一栏 这个建议是必开的 就比如说他告诉你 业人的数据很好 但是你其实也不知道 他是给船长还是给亚索 你开了这个才能够看到 然后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选择看普通装备 转值文章 奥恩神器 都可以看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 优先看排名了对吧 包括你如果想看船长 什么好对吧 你要先看主C码 你就直接搜船长 你能看到什么 术刃啊 狙击啊 鱼骨啊 虎炮啊 这样的都很强 然后像水那种 量本量比较小的 他的数据就可能是有 就可能是有误差的 然后接下来 先不看三成装 先去看装备数量 你去看这个 可库博和船长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基本上都给满三线套了 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是他们是阵容的核心 再往下一等的 就就是压索 你就能知道这三张牌之后 专业去投资的 所以你看三线装 你也最好只去看那些 能被塞满的卡 你就看那些挂件的卡 其实意义都不 因为它是挂件 就意味着 它能减到什么算什么 然后这里选成普通装备 三神装量本量 可以放小一点 因为你 你的装备已经很多了 而你的装备 再进行排列组合 就可能排出更多的 三神装来 所以可以放到100 当然 当然300也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看的话 建议是一张一张卡看 不然的话 你这么看很容易 就是你没有对比 先看船长 对吧 你船长就可以安排名看 就比如说你没有神器 你就只看楚通装 你就可以看到 图长率比较高的 就是什么 杨刀 海妖 叶刃 这样的高队局数出装 名次差在零左右 就是比较优秀的 包括像这样的杨刀 这个杨刀 无尽加海妖 它是0.21 然后 你还可以接着往来看 像杨刀 无尽 叶刃 这样的 你只有看这些 主色的三神装 才是有意义的 然后再去看 可和博的三神装 对吧 你就可以看到 传统的肉装 什么龙牙 薄木 对吧 都是 都创立很高的 装备 然后再次重申啊 这里的数据 都是浅层数据分析 它不一定代表 真正的情况 数据是具有误导性的 然后再来看到 羁绊 其实羁绊最大的作用 就是它能够帮你 反挥出这个阵容中 都带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 这个两主宰两斗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 知道是 呃 是乌迪尔 可可博和剑魔 两主宰两斗 两斗两主宰 这些都是你可以 很轻松的推出来的 当然这个就 就是 你反推一下 你要你要上什么卡吗 然后 辩证和东西阵容 也这个意思 你辩证你八级 你就可以看 你能够上什么 因为八级之前 就就 就是 比较公式 八级之后 这上的卡 每一张卡 都会有对应的数据 还有对应的样本量 然后 九级也有这样的 如果多一个的话 就是给了自然之力 会活着 活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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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看到 升顶 升顶 阵容 你在这个位置 主要是去看 哪些卡是可以舍掉 哪些卡是可以拿 就是你卡位的取舍 你去看一些 这些吃鸡的玩家 他们的卡位取舍 是什么样的 你就可以知道 你想做上限 你要怎么去做 好 这就是一个 浅诚的数据分析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地图流 这个就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的 环节 上面就是对应的阵容 还是船长举例 最上面这一排 是推荐的强化符文 然后最左边 这个是船长 现在的两套构筑 一套是军师 一套是决斗 两套的平级不一样 推荐的强化也不一样 装备可能也不一样 羁绊也不一样 对吧 这都很正常 我们就还是看 宗师这一套的 左边是机板 中间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站位 然后 它还会有前期和后期的 不一样的情况 让你去看 前期你可以看过渡嘛 后期你就可以看 它就成型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 这个位置是模拟器 你可以直接 在这个位置 进行加装备 或者是你给你的朋友 做那种纸膜 或者说你还有什么 别的小flags的 对吧 你都可以去往里拼 之后这个位置是 复制代码 就是直接复制到 那个小队里边去 右边是什么 主C啊 主坦 负C的装备 就是在这里 是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 一个情况 然后左下角 是一个定阵的思路 就是你开局 什么情况能去玩 左下角是一个 整体的站位理解啊 包括什么运营理解 这样的 这样的 整个阵容的 进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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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 当然当然当然 当这个东西 你说你 看完这个图 你就能 红灵变成高手吗 其实很难 这个东西 还是你临时爆火脚 或者说 你整个阵容 已经有了解了 最后在进行一次 巩固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 然后这个上面 带着一些神器的呀 就是要有神器 才能够才能够去玩 然后像这样 点刀盖子明显 就是那个校园 校园裁决的数据嘛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 这种榜单啊 首先要声明 这个是不分先后的 是由高分职业选手 这个评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对于 大多数路人的作用 是帮助你建立上分体系 就是哪怕这个A级里面 可能猫咪很强 可能熊都是能玩的 但是如果你不会 你当然可以选择 不把他们放在 你的阵容储备里面 就包括七水晶 像我本人是 不爱玩七水晶的 所以我很少考虑到 这个阵容 就是你在S级和A级之中 选择那么几套 你比较熟练的 能够应对你 大多数的情况 然后放下多数的特殊玩法 在你实在没得选 你只能玩这个时候 你要会玩就够了 就讲一下乔瓦评级 这个就比较简单 白银黄金冷彩 三种乔瓦评纹 被分成了SABCD四个等级 S级就是那种 B也拿 五脑强超模 对吧 A级就是那种 只要你的 只要你阵容比较契合 你就可以直接拿 通用性也没有那么差 都是一些比较可拿的东西 然后B级就是 保底 就是极格线水平的强化 再往下SABCD就是偏烂 极格线也下 当你拿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说明你这把 已经是劣势局了 然后D级 就是刷到了 就当你少个海克斯 最早你倒霉 就是这么理解了 然后最上面依然可以搜索 比如说你搜一个投资 对吧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你放在某个上面 就可以看到对应的具体效果 还能看到它的出现回合 然后这个位置 你可以选择2-1能出什么 3-1能出什么 就比如说你2-1 白亿命运 你就可以看自己能出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考虑 有没有很烂 OK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来到B图流板块 这里可以看到 以最简洁的方式 给你展现了一个阵容 上面是各种各样阵容的 一图流 在版图最上方 是符文推荐 在版图的左侧 这里是阵容的羁绊 这里是同一张主C的两种构筑 它们的强度也不一样 构筑也不一样 符文推荐的也不一样 右侧呢是主C 主坦 负C的装备 然后上面是一个阵容的名字 和整体的节奏 还有难度 这个位置可以选择看后期成型 还是前期过渡 最后右侧可以选择复制阵容 到条队里 这个模拟器就是 你可以直接copy一套这样的 方便你在上面做出改动 或者是你去给别人做讲解 左下角是一个定阵的思路 和一个核心要领 右下角就是一个整体的运营节奏 整体的思路 把视角看到这种榜单 职业 这个都是由职业选手评出的 这种排行 强度不分先后 但是这个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来使用 这个排行最大的目的是 帮你来建立自己的上分体系 别人的体系并不一定适合你 你的阵容体系中应该多包含S级和A级阵容 B级阵容多作为一个阵容储备 在条件到的时候可以去玩 最后看到强化评级 这里有银金彩三种强化符文 它们分为了SABCD五个等级 按它这个评级给的说法是 S级就是B演的R B演直接五个等级 A级只要是阵容契合 拿了一烟是高人一等 B级就是一个保底所为的一个水平 及格线 再往C就是比较偏差的 就是能不选就不选 之后D级 D级属于是刷到你就当 白刷一个 你就当自己天生亏的海克斯 同理啊 上面还可以在2-1 3-2 4-2分别筛选海克斯 这里也可以选择搜索海克斯 OK 阵容板块的功能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